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俗话说呀 人生七时古来西 年过七旬的老人 身体各项机能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是在安徽省静县的孤丰村 有一位叫王植的老人家 今年都76岁了 仍然不服老 被乡亲称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为什么说他闲不住呢 因为他是近百个孩子的家长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 这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老人呢 男生在这边 男生在这女生 跟他们要靠了 中午十一点半 王之老人像往常一样 来到学校接孩子们 王老的家里现在还有83个孩子 其中52个大一点的孩子上中学 31个孩子上小学 每次王之老人都是先把上小学的孩子 接回家后 再来接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们 一个普通的老人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 孩子们和老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的家又在哪呢 不行大约七八分钟后 王老带着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也到家了 这是一个以王老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助教中心 王植助教中心 我把你下边收了三个几个孩子 晚上给他们管起来 王老是统一管他们吃 管他们喝 然后再集中起来做功课 就是不让他们随意外出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 为什么王老要用这样的措施来管住他们呢 这还要从王之老人刚退休后说起 1994年 王老从乡文化站站长的位置退下来 一向闲不住的他 主动承担起来 为当地村民义武普法宣传的任务 这期间 有一种现象 让他感到很担忧 经常发现一些孩子 偷鸡摸狗 打架斗鸥 这个桃血 打架杀 什么事都有 被派出所叫来 而且来给他们说起的 都是出了外长的爷爷来的 所以这种现象 我以前没见过 所以以后呢 我就经过一份调查 原来这一部分 他们的父母出去打工去了 王老当时称奇 这些孩子为三无孩子 行为上无人管教 学习上无人辅导 生活上无人造业 父母 常常在这边打工 顾不到他们 所以我感到很通信 既然这些孩子 在家里没人去管 王氏老人就想 把他们寄到自己家里 来统一管理 于是第二年 王老就利用文化站 闲置的房子 办起了帮扶班 和这些特别的孩子 成了一家人 主要是把他们管起来 让他们不到社会上去做干坏事 更重要的是 从他们的安全考虑 我们整个这个学区 整个是由于三部都学生 百分之七十都是流水儿童 班都是隔代教育 在管教的过程当中 最基本的就是说 能够保证他 能够私保串乱 但其他方面就是 几乎是没有什么要求 一年他们在家里 感觉不好交流 家长要出去来打工的时候 很多都选择在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的 能够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力 就是特别是学生上不放心 生活上不够安全了 或者思想上有什么偏差 什么之类的 这个地方都能够很好解决 十五岁的成臣 也被奶奶送到了这里 我们家里呢 老子的身体不太好 我们没法带呀 慢慢的 王之老人的帮助班 渐渐发展成为 帮助更多留守儿童的 助教中心 家里的人数 也从十几人 增加到了最多时的一百多人 人手不够了 王老家的其他成员 也帮着做饭 照顾孩子们 好汉 南洋 三口 我现在当了83个孩子的家长 一算我这个难度有多大 但是我现在从他们身上 看出了他们的希望 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够让这些留守儿童 在家里来 从三五岁 变成了有人管 有人教 有人帮的 这样的一些孩子 蒋奇今年十二岁 李里克头小 在助教中心 被大家称为小不点 蒋奇的爸妈都在上海打工 一年也回来不了两次 王之老人告诉我们 蒋奇的爸妈把孩子 教到他这儿时 给他说了一句话 您老 就算多了一个孙女了 如果不在这儿的话 如果没有王爷 那我今天可能会流落街头 要不就是不上学 虽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都很好 但是蒋奇还是偶尔有闷闷不乐的时候 大家也都知道 他这是想妈妈 每次想的实在受不了时 蒋奇就会给妈妈打个电话 妈妈我放下来 妈妈 每次打电话跟妈妈通话的时候 妈妈的声音就压着了 我想妈妈应该在哭 妈妈说 你让我在家带着好好的 她在那赚钱 然后给我读书 为让孩子们在这里有家的温暖 王老想尽了各种办法 今天是陈卫国同学16岁的生日 王老和孩子们一起精心的准备 每个度过我们 只要到了独家中心 我们就要给他挣击好 什么是谁什么时候过 什么是什么时候 那么我们之前就给他们挣击好蛋糕 这个外面叫什么时候好 对对对 这个时候好 你看成为我满年红光 这是我在这里过的第二个生日了 在这里过生日跟在家里不一样 这是一个大家庭 有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还会问我说 我说我在这里过的好梦好花 肚子痛的时候 然后王爷爷的水屋子 他自己在卧 然后看到我肚子痛 他就把水屋子给我卧在水屋上面了 12年来 王之老人每天都是亲自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 安排他们吃饭学习睡觉 孩子们走了一茬又一茬 留给王老的最在乎的又是什么 王之老人拿给我们看的都是这些年来孩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一张张手绘的贺卡和手叠的千纸贺 你上面写的什么 长命一百岁 生日快乐 月过月 其实这个真的有意义 现在一百多个 我应该想用两个字 生长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家庭之所以特殊 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亲情关系 而变成都市家人 甚至家人 王爷爷 他就是牛熟儿童的保护伞 王爷爷就是很亲切 跟孩子在一起 我不讲年轻吧 应该讲没有这种我老了这种感觉 必须要当天完成 王老把来这里的每个学生都当着自己的孩子看待 同学们也把助教中心看成自己的家 这些年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孩子很多 有不少走出去的同学还会经常回来 回到这里 看看王爷爷身体怎么样了 看看能为后来的弟弟妹妹们做点什么 叶远飞从2002年开始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两年 他现在已经是晚南医学院一名大三的学生了 作为助教中心的志愿者 现在每隔半个月他都会回来 让我们看看这个普通的志愿者都做了些什么 这位穿着白色上衣的小伙子就是叶远飞 他是从2002年的暑期夏令营开始在这里生活学习的 当时助教中心的条件还很差 记得吗原来你们住就住那里 住在后面 这是前代老师是 马上半熟了 应该讲这里是他的第二个家 但是他来的次数比到第一个家多 他先看我后回家看奶奶爸爸妈妈 我在他身边的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 我就觉得他很忙碌 一直很忙碌 常年在忙碌 是叶远飞这两个天要做的事 我们开办开始呢 就是自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 就是一定不以眼力为目的 我们就当做一个好事来做 当那个善事来做 来到王老助教中心的孩子 每人只要将一点吃饭和住宿的费用就行 但是在住教中心里 有70%的留守儿童来自贫困家庭 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吃住的费用都交不起 为了解决这些孩子学习和生活的问题 王老只好自己四处筹集住学资金 你好 那个有几个孩子 那个贫困孩子的表记给你收到了没有 好的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贫困的孩子先登记 后调查 最后我再推荐 比如说我推荐给个老总 给个企业家 他看他满意不满意 他满意了他定下来了 因为初中是医务教育节省 那么一年就支出一千块 高中就不行了 费用很大就三千 那么大学更高四千 为了给孩子们筹集住学资金 王老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 去了多少个地方 但是谁都没听他说过苦 做这个事情啊 必须要有爱心 良心 什么叫良心 就是你诚实 对什么事情都要很诚实地去做 忍着实实在在地去做 靠着这份实在 王老从全国各地先后募集了助学资金三百多万元 是这里80%的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助 我想的就是这样 我活在这个社会上 我要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通过他的这个助教中心 可以说让我 一方面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王爷 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榜样和开幕 春风话雨 助学请 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 都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 外面下着小雨 室内 叶远飞带着孩子们正忙着布置教室 他们马上要迎接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原来来自江苏常熟的两位爱心人士 来看望孩子们了 他们都曾经多次捐款资助过这里的贫困孩子们 孩子们也很想见一见他们 欢迎杜阿姨 这么久来了 其实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讲 但是呢 也不知道从哪里讲起 反正心里面就非常感谢他们 像我们家一切条件很差 我也没读多少书 那时候我就想 这时候又能帮我 能给我一些资助 我可能也会文化好一点 也有这种想法 现在我想这事情也应该去做 收获了就是学生对我的那份情感 其实去帮别人就是一个价值 我到这边来好多学生都 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那么还有好多在上大学的那些 提到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 宋海凤是最让王氏老人感到自豪的 他从2001年起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三年 现在他已经被所在的大学保送到芬兰去继续学习 在临走之前 王老还要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这里我展示这张多少篇 这是2002年 这是你吧 王爷爷 希望你好好地保存 这张也是你 对不对 还有 是不是你 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王老感觉 身体越来越阴朗了 以前他才带我们的时候 70刚出头嘛 然后我们觉得 哎呦 真挺不容易的 一个老人 挺有魄力的 然后现在看上去就感觉越来越有精神 感觉 这就是他全部的一种感觉 他看着这就挺高兴的 2009年9月20日 王直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我得到了第一次快乐 为什么要 人总是这样想的 我追求的事情 做好了 做成功了 就是一种心 王直老人常说 帮助一个孩子就等于拯救了一个家庭 帮孩子走过最关键的一步 就等于帮了他的一生 每当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 并且小有成就 就是王老最高兴的时候 12年来 王直老人和他的助教中心 先后为孩子们募集助学资金380多万元 有一千一百三十四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 从这里走出 其中312人远了大学们 看到这些 我们真是为孩子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里 我们也祝愿孩子们心中可亲可敬的王爷爷 健康长寿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生活567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他们是水中的美人鱼 他们也是农村的打工妹 与海龟相伴 与鲨鱼共同 走进美人鱼的世界 讲述他们幕后的故事 上一会追着咬 敬请收看 村里来的美人鱼